这不见着 我们叶家养了你二十多年 你霸装我们晚了身份二十多年 你不懂感恩也就罢了 你还欺负我们真正的千金大小姐 还不赶紧退下给我道歉 千金大小姐 没有我的话 你们哪来这么多钱 小剑者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爸妈你们看他 好了好了 没事没事 他那穷酸父母啊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以后我们叶家只有你一个千金 不是老三 你这贴的啥东西啊 你趁早撕下来 就你这东西啊 直定下外妹妹 你那个当我粉丝看的 我也 你这啥东西 热热镜 好想一把货 也热 你啥东西快撕了 你懂个锤子呀 爱 又表达出了 你们能不能快一点啊 必须能 加速 加快送手出发 接妹妹回家 来 加速 出国去 加速 加速 什么情况 老爷 夫人 少爷 我们这车追尾了 赶快去处理一下 好的 妈妈 这我们马上到妹妹家了 车开不了啊 我一想到你妹妹这些年 本应该过这无忧无虑 记忆日式的沈家大小姐的生活 现在月家 实不果腹 我当初怎么会把他们给抱错了 这都好不容易找回了你们妹妹 又要撞车了 我们该怎么办 妈 不是 你家虽然比不上我们家 但也不至于 实不辜负 我们总不能开着这破车 去借我们玫瑰吧 我有办法 听说你的今生活主是个穷逼 没工作就算了 家里还有三个没结婚的哥哥 我特意给你买点呀 七万块钱一袋呢 被路上饿了吃点 顺便给你的穷逼爸妈他们尝尝 哈哈哈 老大 那些东西卖来的钱 还要打到别家里的账户吗 不是什么很贱的人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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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开车 到底看不开路啊 想要多少 你 臭男人 谁心爱你的钱 老娘有的是钱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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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我们来接你回家了 妹妹 我是大哥 这是你二哥 还有你三哥 我们是来接你回家的 这就是我那三个丛哥哥 妹妹 你不是应该在叶家吗 怎么在这儿 儿不嫌母丑 儿不嫌家皮 走吧 回家吧 不是接我回家吗 走 走 回家 等一下 那不是妹妹的养父母吗 老二老三 给司机打电话 把礼物送过来 你们会不会开车 我还以为是谁呢 大老远就闻到 这么一股穷丧味 别我闭上你的头嘴 原本以为你们是好演讲 没想到对我妹妹如此凶惨 老二老三 给司机打电话 礼物不用送过来了 还是辆卡车就你们 凶鬼呀 就喜欢打肿的脸臭胖子 我们就是你们口中的 首富沈家 首富沈家 以为都姓沈就是首富了 我还是楼锦霄的未婚妻呢 楼锦霄从小就一审室有婚约 难不成 你要去当小三啊 你 你 你敢当我妹妹 烧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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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打我女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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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好好好 看在你养我妹妹二十多年的份上 今日饶你 我们走 姐姐你爸妈养了你二十 你就任由这些小别三欺负他们 你也太没有两个人了 是那样的 就是 你你说谁是小别三呢 我哥哥不是小别三 妈 你 你 啊 啊 哎呀 我没没事吧 我喊了你二十几天的妈 我没有自个单 但他我不太自个 你爸爸你赶紧走吧 你给我等着 一群野蛮人 妹妹 你刚才真帅啊 以后谁要是欺负你 就像刚才那么打回去 我们走 哎 妹妹 妹妹这是热的中暑了 快散开 哎 水遮阳 给我派量直升机过了 现在立刻马上 怎么样宝贝 你是 玫瑰 我的宝贝 都是妈妈不好 这些年 让你受苦了 玫瑰 我是爸爸 家里的房间呢 都给你收拾好了 就等着你好啦 出院了 我们接你回家 妈妈已经让人 绑换记的所有的福助 都已经拿回家 等着你回家 慢慢添花 不用 我不需要一副首饰 要 必须要 还有这个啊 这个里面有三个亿 随便你花 要不够啊 老爸再给你 还有我的 我的 不是说咱们家很穷吗 咱们家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玫瑰宝贝 你是不知道 咱家是首富沈家 我和你爸 今年退休 把公司交给了你大哥 所以 现在所有的钱 都在你大哥手上 我们是有一点穷了 这是你大哥史星云 咱们沈氏的接班人 这是你二哥沈辰 我知道 顶流巨星 十二岁时就获得的话 下金表姐 我呢 我呢 你知道吗 你是 你就不要折腾你三哥了 她呀 是著名的外科医生 师从华夏第一圣生 以后呀 妹妹由我们来 守护 这死丫头呀 真是命好 我们一夜暴风 倒是便宜她的 看什么看 跟爹老子干活 玫瑰可是你们的女儿啊 你们还有良心吗 你个老东西 干什么事啊 为什么 你要这样对我 是我拿你做的还不好 玫瑰你怎么哭了 没事妈妈 我就是想起来 以前在夜家的时候 只有奶奶一个人对我好 奶奶也在这个医院住院 我想过去看一下她 我们跟着你一起去吧 我们应该过去感谢她老人家 不 不用了 等我先去见过奶奶 我再带你们过去见她 好好好 玫瑰啊 这些年 你在夜家受苦了 幸好啊 你亲生父母 找到了你 奶奶啊 就算死 你安心了 奶奶 你别说这样的话 你一定可以长命百岁的 等你身体好了 我带你过去见他们 好 好 玫瑰 你怎么做个破三轮 还能比我们还好 好啊 我就知道你不舍得离开我们家 我告诉你啊 你跟我们家已经没有关系 以后你休想再纠缠我们老太太 玫瑰啊 我们夜家呢 是有事情 但你毕竟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嘛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玫瑰姐 人家都说狗不嫌家贫 你这做法还不如狗人 你们 放心 我只是过来看看的 还有 你们那点家产 我根本就不会放在眼里 你这穷酸玩意儿 你怎么那么能准硬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干老的话 我对你不客气 你瞪什么 希望你们今天记住自己说的话 别等有朝一日 过来求我 我们回来求你 我看你疯了吧 口级跳墙了 既然你回亲生父母那儿了 那我们风华集团 是不是就不用再给 叶家那帮褚褚擦屁股了 当然 我有那么见 得了 那 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不把叶家整破产 我的名字倒上去 谁让他们直接那么欺负你 罢了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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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那个病人 快帮我看看 预先及时我的事了 走 啊 啊 原来是罗伙伯 奶奶的胡椒 把这个 先给罗爷爷服用 他现在的情况 不能看到 等我先把我奶奶的病治好 我就过来帮忙 这些年 顺你一直用药 调治叶奶奶的命 叶江波那个白眼 连个VIP病房 都不舍得给老人家住 简直是丧其天良 我来吧 在干什么 原来罗伯伯是你爷爷 罗伯伯怎么会有 你这样的孙子 我怎么了 你在给我爷爷为什么 爷爷暂时没事 至于后面 你去问林森吧 我让你走 哎 刘先生 您消消气 这位小姐 绝对不会害老爷子 她的奶奶 跟老爷子是故交 而且 这位小姐拿来的药 可以缓解 罗老爷子的病情 她奶奶 跟我爷爷是故交 跟这位小姐 有什么关系 站住 这药 你还有没有多余的 我可以搞假收购 没有 楼先生 这药市场上 一颗药一千多万 而且一个月只出售十颗 你看这药钱 我 老大 我立刻去查 等等 和沈家退婚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老大 您和沈家的婚约 毕竟是祖上就定下来的 您真的想好了 老爷子要是知道 恐怕又受不出刺激 那就先斩后奏 我不能娶一个 我不爱的人 你先去吧 好 自相对 你 哎妈妈 那不是玫瑰吗 哎还真是他呀 这车连我们都买不起 他怎么认识那种有钱人的 就是玫瑰他 该不会是被什么有钱人帮养吧 这见天子 你这就是见你 哎呀他都已经离开我们眼家了 别管了走吧 走吧 喂 什么 谁是撤资了 终止于我们合作 沈总愿意见我了吗 不好意思沈总今天没时间 那沈总什么时候有空呢 这我就不清楚了 要不您留个预留信息 沈总有时间的时候我们联系你 哎呀这能行啊 嗯 妹妹 你看你能不能给沈总打电话 告诉他 我很急 我非常的急 这可是战神商议的项目 我们审视 每天都有十几个商议的项目 沈总 沈总实在是没时间搭电话 这一个亿的项目 请回吧 哎 哎 哎 沈总 大哥 真不用给我买首饰了 我都买过了 哎 沈总 妹妹 大哥给你的 你就收着 我也是刚好看你 沈总啊 我是那个 夜市集团的董事 夜市 夜市集团 哎哎 是我是我是我 没问题 大哥先处理一个商东西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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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处理 商东西 比这大老爷们这么爱干净 有点意思 沈总 我都没找你 你居然敢找我 沈总 我们是不是 在哪里见过 别跟我套近 沈总 我 我不知道 哪得罪过你 请问你几个机会啊 啊 玫瑰知道吗 玫瑰 当然知道啊 听说 他不是你们的新婚 你们对他非党 这些年没少欺负 我说错了 啊 哎呀 哎哎 沈总 哎呀 什么事 什么 风华集团也撤资了 我马上赶过来 我记得当初夜市 为了攀设沈家 找风华集团 出了十个亿来推动项目 如今沈家和风华集团 一起撤资 有他们好受的 玫瑰 快下来喝汤了 妈妈特意给你包的 来了妈妈 叶先生 请你马上离开 否则我就叫保安了 你怎么敢这么对我 以往我每次来 你们都对我 点头还要的 你以为你是谁啊 滚 我今天要是见不到吴总 我是不会走的 保安保安 哎 哎哎哎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干什么 我要见吴总 我要见吴总 你放开我 吴总 哎吴总 是我呀 来干嘛 哎我 我们夜市和风华集团 不是合作的好好的吗 怎么忽然间撤资了呢 合作你 知道你这些年让老子亏了多少钱吗 上百亿呀 吴恩 立马给老子 有多元滚多元 吴总 你就把费的那些钱都还给老子 哎吴总 吴恩 妈这是今天朋友送给我的一瓶酒 酒色春香 中药滋补 等爸爸回来 咱们给他打开 行啊 我来看看呢 真是一瓶好酒呢 等你爸回来呀 我今天晚上把这干了 哎呀 拜拜 老爷 来你看 帮我带回一瓶好酒 日飞 哎呀 九九酒 你就知道喝 我们一下可都完了 哎呀 叶江波 你疯了是不是 我给你脸了我 是啊爸 到底怎么了 是 撤资了 是 全国首付审视集团 不和我们合作了 哎呀 撤就撤 审视才投了几个钱呀 不是还有风华的吗 风华才是咱们真金主 风华也撤资了 不仅这样 连那幸福的风华的一条看门狗 都敢封杀我们了 什么 怎么回事 是啊爸爸 怎么了 玫瑰 对 因为玫瑰 他们全都撤资了 玫瑰 难道 是玫瑰让审视撤资的 怎么可能啊 玫瑰姐 还能是风华的老板不成 什么狗屁老板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些人可都是顶级人物 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那 是因为那天豪车上的老男人 对对对 肯定是 这个小姐已经是在外面勾三打四 要下落我们夜市 人家外人还以为我们还是一家人 可不是牵连我们夜市了吗 哎呀 真是造月呀 你小贱人 怎么懂得瞧 对 我跟你说 这个 谢谢 玫瑰 我跟你爸商量了 打算过段时间 在对外公布你的身份 这段时间呢 我们就想要安安静静地陪着你 可以吗 我都可以的 妈妈 喂 玫瑰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回来 听见没 要不以后就别想看到那个老大姐了 怎么了宝贝 没事妈 我有点事情 我要回叶家一趟 喂 老大 快快快 快去叶家 你们家妹妹 给叶家的电话就走了 快点 怎么 这是准备三套会什么 玫瑰姐 先喝口茶吧 真没想到啊 叶家现在连这种茶目的 看来叶家 真的 喂 喂 审视撤资 和风华撤 和你有没有关系 你觉得呢 我知道就是你这个小贱人告的 你到底勾引了几个老人 你的丑事都传到沈家去了 玫瑰姐 你怎么能为了钱 做出这么上风败俗的事情啊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这些事情 害得爸爸损失惨重 你说你 该不该死 老二 加速 三分钟之内 必须赶到叶家 三分钟 一分钟就够 玫瑰 我警告你 你现在 马上给我滚去审视 去陪沈少 陪李谢罪 求沈少 千万不要撤资 还有 风华集团 也要去赔罪 赔罪这就够了吗 必须磕头 磕头赔罪 还有 他既然勾搭了几个老男人 也不在乎 也不在乎多紧 就让他陪沈总 睡一觉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让你陪沈总 睡一觉 实话告诉你们吧 你们一直想要抱的大腿 是我亲哥哥 你们与其在这浪费时间 不如花时间好好想想 怎么自救吧 你个子丫头 你怎么不说你是疯狂的总裁呢 我看你真是想钱想疯了 服可救药 小丫头 你是能耐吗 再能耐给我看看 我就知道你从 我们东府国解药了 等把你送上沈上的床 我们叶家就平步青云了 来 宝贝 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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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负我妹妹 找死 今天晚上 我要他们的命 别动 妹妹还没醒啊 大哥 我就是看妹妹头发掉下来 干什么 别碰 你那手多操啊 你们三个别吵了 我可怜的孩子 你们 我的玫瑰 你没事就好 吓死妈妈了 妈 放心吧 我已经没事了 这点药 我很快就能代谢掉了 妹妹 你就会安慰人 你中的药 都能放到两头牛 怎么可能恢复得这么快 玫瑰 你现在真的好了 糟了 我怎么把我体质特殊的试评忘了 那个 我感觉好像还是没有力气 我就说嘛 妹妹的这个状态才是正常的 身体代谢毒素 是需要时间的 差不多三四天吧 哎 妹妹 这几天 哥哥就在医院好好照顾你 一定让你早点出院 至于叶家的事情 等妹妹康复之后 再做定夺 叶家 看来要好好算算账 那玫瑰刚刚 起来了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 回光返照吧 闭上你的臭嘴 闭上你的臭嘴 OK 原来家的感觉 那么好 老大 沈家最近好像在处理什么重要的事 您要的退婚日程 根本约不上对方去聊了 是 都关了几次了 对了老大 上次在医院 给老爷子要的女人找到了 她叫玫瑰 是叶江波的女儿 这个玫瑰从小就不受处 而且 还是被收药了 后来这个沈家 找到了亲生女儿 就把她赶出门了 她现在在哪 巧了 她的养父母那些人 经常欺负她 现在 她就在咱们集团旗下 医院养伤呢 老板 怎么了 我 我表现得很急吗 没有 肯定没有 毕竟是玫瑰小姐救了老爷子 您是为了着急见她 要感谢她呀 你说 一个手上有名贵药的女人 说送就送 我是不是得调查清楚 她到底有什么猫腻 是这道理吧 对 没错 每天装便的生活也太无聊了 要不然我找个机会 给他们解释一下我的身份吧 算了 这世间啊 哪有什么纯粹的爱呢 龙老爷子出事了 龙老爷子怎么了 老爷子刚刚还蛮好的 突然一下心率不齐 衰竭了 恐怕 我的姑奶奶 你这是干什么 快把衣服给我 快带我去手术室 站住 这是谁 林森你怎么回事 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往手术室里待 岳老师 她是 她是我找来的 只有她能救了老爷子 您就让我们进去吧 你在说什么呢 你让她去救楼老先生 她就是个黄毛丫头 林森 你 我看你真是疯掉了 楼先生的病只有我能治 你快让我进去 真是笑话 你看看你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样子 我让你进去 楼老先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拿命都不够赔 住手 楼先生 您来了 我爷爷怎么样 现在 情况不太好 目前我们 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老爷子上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现在必须马上手术 不然晚一点的话 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他了 什么天王老子 没有合适的心脏做配型 就连我都不敢做手术 就凭你这黄毛丫头 好大的口气啊 原来是她 让她进去 老大 你真的让那个小丫头 给老爷做手术啊 一个随身带那么名贵药的女人 还有自信做那么大的手术 你不觉得它不简单吗 楼爷爷手术很成功 只要静养一下就可以出院了 我早就说过我们家玫瑰厉害 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说的 现在该是你履行承诺的时候 就算你小丫头瞎猫碰到死耗子了 我堂堂一个院长 哪有给你道歉的道理啊 不好意思 小丫头 小丫头 住 对不住了 求助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对不起啊 这还差不多 记住 一定让老爷爷保持心情愉快 等他病好出院之后 多带他出去走一走 不行 再说 对对 Ann O 找到 在死审 找到 与 lemons 香 诊日子 幸好 真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死的 谁给你的胆子 你对我妹妹做什么了 老实交代 我什么也没做 大哥 别冲动 这好像是娄景霄 娄景霄怎么了 欺负我妹妹谁也不行 大哥你别冲动 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他是不是都看见了 我什么也没看清 不是 你 二哥你轻点 你还要看清楚 他确定 什么都没看见 真的没有 老先生 你来干什么呀 你上次救了我爷爷 我是来感谢你的 举手之劳 不用放在心上 你要是没什么事 你就赶紧回去吧 一点心意 不限额度 没有密码 老先生客气了 但这个我不需要 拿着吧 我从不欠人情 没有额度 随便是吧 你说送就送了 我们不稀罕 老先生 好意心领了 但这个我的确是不需要 好 这是我名片 有需要的话 随时打给我 这总可以说吧 好吧 等我来日有需要了 自获去找你 妹妹 刚刚他说你救了他爷爷 对呀 妹妹 我听说楼老爷子他命不久矣 神经来了也不好使啊 你怎么救他的 哥哥 我是你们妹妹 又不是神仙 是因为我一个朋友上次给楼老爷子拿的药 他是因为这个感谢我的 真的就是这样 哥哥们不信我吗 妹妹 妹妹 哥哥们不问了 老三 我 妹妹 你养父母那边的事 你是怎么处置的 别怕妹妹 我们三个都会支持你 对 玫瑰 叶家那边的人太过分了 哥哥们一定给你撑药 我就知道你聪明 我们都服过解药了 二十几年的养育之恩 就到此一笔供销了 如果再有下一次 我绝对不会心思手软的 算了 咱不说这个了 妹妹 你看我们三个给你带来什么礼物 对 玫瑰 你看 老公 你说这玫瑰真的是沈少的妹妹吗 当初咱们调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呀 不管怎么说 咱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正好你今天趁着来看玫瑰一探虚实 姐姐也真是的 怎么能把爸爸打成这样 一会看到他 我要好好找他们算账 行了 走吧 差一点 被这个小贱人给抓到了 就是嘛 你们也真是的 这么多年 姐姐别的本事们学会 装逼的本事 她是学的炉火纯青 爸妈 婉儿不是那个意思 婉儿的意思是 姐姐简直不负爸妈的养育针 啊 不是 她不是 哎呀 爸妈妈妈 对不起 我好悲心 都是因为姐姐 谁是个风华集团才会不跟我们合作 就是 好好好啊 既然是这个贱丫头搞出来的事情 那自然要她来收拾 对 我就不信 这个贱丫头 既然能找到沈家人演一次戏 还能演两次 这个啊 是给妹妹的 我可是花了好长时间 亲自排队得来的 大哥 她是谁 你们为什么叫她妹妹 莎莎 你怎么了 我旅游提前回来了 听说你们三个都在医院 我就让娘妈带我过来 这位是 莎莎 你来得正好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玫瑰 你的姐姐 姐姐 某个远房亲戚家的姐姐吗 姐姐好 我叫沈莎莎 你可以叫我莎莎 你好 那莎莎和朋友们先去逛街了 今晚我回家 你们都要回来 好 快去吧 快去吧 莎莎 就是当时咱爸妈抱怂的那个孩子 她亲生父母早去世了 爸妈担心她知道太难过 所以一直没有和她说实话 你要是介意的话 我们 不 没事的 我不会介意的 妹妹 你要是好了的话 哥哥们带你出院回家 爸妈已经在家等你很久了 还有惊喜等着你 好看吧 妹妹 比老三的屁想 想 颜色多不多 这是为我准备的惊喜吗 玫瑰宝贝 这个礼物喜不喜欢 妈妈我很喜欢 爸爸呀 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保证呀 你更喜欢 自己设计的房子 被买来给自己当做惊喜 这种感觉 玫瑰喜欢 爸妈 莎莎喜欢 爸妈 这都是你们给莎莎准备的吗 莎莎喜欢 哥 你们也真是的 我回来的事情 怎么就跟爸妈说了 我想给爸妈一个惊喜 爸妈 这都是你们可以给莎莎准备的吗 莎莎 这个是玫瑰 以后啊 她就是你的亲姐姐了 你好 姐姐 不就是远房亲戚吗 莎莎 我来重新介绍一下 她叫沈玫瑰 是我和你爸流落在外的亲骨肉 什么 那我是什么 莎莎 我才是你们的女儿 莎莎 你冷静一下 听爸爸说 事情是这样的 当年 我和你爸出去考察 突然要早产 于是 我们来到了一个乡镇卫生院 那里面没有单人房 只有三人房 童物 还有 另外两个女傅 可是到了后半夜 卫生院突然起火 变太大 我也看不清楚 黄乱中 我抱走了一个孩子 我以为是玫瑰 其实你是另外一个 产妇的孩子 不是我和耀元的 亲手骨肉 是我抱错了 这些年你受苦了 玫瑰啊 小时候被叶家 抱去抚养 叶家的孩子啊 被一个清洁工啊 抱错了去抚养 而你呢 来到了沈家 结果啊 前段时间呢 叶家在网上呢 去给玫瑰寻亲 要不是给她寻亲呢 我们还真就不知道 当年这三个孩子啊 都抱错了 莎莎 你的生母 产后没多久 身体没有恢复好 就去世了 什么 不过莎莎 你放心 我和玫瑰商量了 你以后 仍然能住在这个家 她是姐姐 你是妹妹 你们两个 好好地相处 虽然你不是我今生的 只要你们两个 好好相处 你结婚的时候 我们仍然还会 给你一份好的嫁妆 让你风风光光地出嫁 原来是这样 爸 妈 这真的好多人 我好难过 爸妈 你们愿意让我继续留在这个家 我很感激 也很知足 你放心 我一定会和姐姐好好相处 好 好 好 那就好 啊 妈妈 我有点不舒服 先回去休息了 啊 哎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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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您都叫了这么半天了 不累啊 哼 是谁叫你非要把婚给退了 你呀 赶紧把我的救命恩人找来 爷爷 这个婚 我是一定要退的 我不可能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至于您的这个救命恩人 我们不熟 找他干嘛 我呀 都打听过了 那小姑娘 长得好 而且医术还好 哎 我不相信 你对她没有一点意思啊 啊 你呀 赶紧约起来 赶紧联系起来 我没她联系方式 也这是要气死我呀 老景香 难道还有你要不到的电话号码 啊 你呀 赶紧去要 我 爷爷 我忘了跟您说了 这个护兰已经被我加高了 赶紧要 老川 你去查一下她的联系方式 老爷子 其实老大 还一直在等沈小姐的电话 可结果呢 根本就没用 不过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我看你是想去非洲 别别别 别要了 闭嘴 我看你呀 你是想去非洲 继续说 别怕 有我老头子给你做主 老爷子 其实沈小姐的奶奶 就住在您之前住的那家医院 那少爷见面还不容易吗 那不赶紧 你呀 赶紧去 要不然我打断你的腿 我去 我去 我去还不行吗 尔尔啊 我真的吃不下了 玫瑰 听到了没有 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你奶奶的声音了 她都想你了 过来一趟 你要是敢对奶奶做什么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来不就知道我要做什么了 不然我可不好说啊 喝 喝 喝 你个老东西给我喝 喝了她不会死啊 不许欺负奶奶 你个死丫头 你敢对我动手 你也配当人老子 你对奶奶做个什么 放心 我还没到侍母的地步 只要你乖乖的听话 不然的话 那就用老东西吃点苦头咯 快走 说吧 你到底想要什么 还是玫瑰懂事情啊 其实我们要求很简单 就是你去求沈家 和风华集团 就当再帮父亲一次吧 是 你不是一向觉得 我是个废物吗 怎么 现在觉得我有这个本事了 你的确是个废物 但是 你身子长得好啊 你去求沈总 去卖 反正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我的公司要是不能起死回生 你们就都别想活了 没关系 孩子 你这个畜生啊 奶奶快起来 你 你大把八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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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 你没事吧 你 你是谁啊 我们家的事你少管 我的名字你还不配知道 事项的话赶紧管 我们还是不要跟他们硬碰硬 我们先走 走 算了 别管了 你的伤要紧 奶奶 你别激动 为了那样的人不值 以后你有玫瑰 玫瑰照顾你 奶奶 您愿不愿意 搬到我爷爷隔壁病房那边去住 那是我们娄家的人 不会有人欺负你 您愿意吗 谢谢你 谢谢 高川 跟奶奶找最好的兵 适合看我这 跟我来 队ising även yn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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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好了 回家之后记得碍尸涂沫 就像我刚才那样 谢了 这种小事不用你操心 我自己能做好 喂 玫瑰 重要消息 你之前一直想要的那株千年的灵芝 明天有个拍卖会 听说就在那儿 真的吗 太好了 那奶奶的病就有救了 那你帮我搞个拍卖会的邀请函 那个拍卖会举办得十分隐蔽 我搞不来那个票 要不用风华集团的名义试试 可是我还不想暴露风华集团 我再想想办法 那个 你之前不是说 从来不喜欢千人情吗 现在你帮忙的机会到了 明天有一场非常重大的拍卖会 你可不可以帮我弄到一张拍卖会的邀请函啊 是VIP的入场券 行了 别说了 我不喜欢被人拒绝 就当欠我个人情吧 放心 我不需要你还这个人情 下次来陪我看看爷爷就行了 你也知道 他老人家时间不多了 娄锦霄 你相不相信我 爷爷绝对不会有事的 我相信 玫瑰你这么关心我爷爷 难道是为了我吗 忘了问楼锦霄贵宾区在哪 这么大 怎么找 这个拍卖会啊 可是历年来最大的一次 咱们能赶上也真是不容易 玫瑰 玫瑰姐 你怎么来了 我在哪儿 和你有关系吗 站住 你个死丫头 什么态度 不把你老子放在眼里是吧 果然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啊 老子 你都和我断结关系了 算什么老子 少来斩鞭吧 玫瑰姐 你别这么跟爸妈说话 他们也是心疼你啊 你怎么来的这儿啊 该不会 又报上什么大款了吧 放大款 就凭他一个被玩烂的二手货 也配 玫瑰呀 你今天是不是假装服务员混进来的 玫瑰呀 你要是实在没钱了 给我们服个软 跪下来道个歉 我们毕竟也养你一场嘛 也不至于让你到这种地方来打工 我会没钱 少用你们那种狭隘的眼光看人 你个贱丫头 你是我养的 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德行吗 我的身份 不是你们可以想象到的 家人一场 互不干涉 我也不会计较 简直笑死个人 你还不计较 就凭你 我看你是偷跑进来蹭吃蹭喝的 就是 这种拍卖会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 就是 你有邀请寒吗 和你们有关系吗 玫瑰姐 你着急走啊 你该不会 真的是混进来的吧 臭丫头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 要是别人都知道你是我的女儿的话 我这样老脸就丢你了 你的老脸 要是没搞错的话 这里可是楼家的拍满会 你哪来的脸过来啊 你 反正我们都有邀请寒 你有吗 婉儿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叫人 他没有邀请寒 经理 叶小姐 就是他 没有邀请寒 进来蹭吃蹭喝 这个小姐 说是您的邀请寒吧 在我们这儿没有邀请 还想混进来 混吃混喝 是要严惩不待的 怎么 拿不出 我今天就看在 叶先生和叶小姐的面子上 我和你一起 还不快滚 夜市都要倒闭了 还有面子呢 臭丫头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 那我要是有邀请寒 是不是证明我是贵宾 你怎么办 你要是有邀请寒 我跪下给你道歉 我可不希望你给我跪 我先会起 妈 不 现在得叫阿姨 我以前在叶家的时候 你总是让我跪着擦地 今天你给我跪一次 不过分吧 老婆 行了 她又没有邀请寒 你怕什么呀 死丫头 给你脸你不要脸是吧 经理 干你的 把她赶出去 走走走 不好意思各位 邀请寒我还真有 这儿呢 这 这真是邀请寒 我来看看 你走开 我告诉你 你连看的资格都没有 瞧你们干的好事 在这儿妖言祸重 害得我差点得罪了 真的贵宾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油焰不是泰山 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先下去吧 还有要紧事呢 好好好 这位阿姨 你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 你个死丫头 白养你了 你这样老娘跪 不是吧 堂堂夜市集团董事长夫人 就是这么言安无信啊 老婆 为了咱们夜市的荣誉 你就跪下吧 你说什么呢 真让我跪啊你 你忘了 咱们今天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 死丫头 尽力外在 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 够了 我可受不起 这次就算了 老婆 如果有下一次 大家都别后 臭丫头 贱丫头 就算是贵宾又能怎样 谁知道从哪里来的 老婆你消消气 走走走 请问贵宾区在哪 咱们的包间都是随机分配的 明明出 先生 您的邀请函 我 我们是一起的 很高兴大家今晚来参加拍卖会 今晚所有的拍卖所得都将捐给山区儿童 拍卖竞价只需您在手机输入您的贵宾码即可 包厢内的贵宾只需说出您的贵宾码即可参与拍卖 现在拍卖会正式开始 第一件拍品就是 老大 我们因为堵车已经来晚了 看来玫瑰小姐已经去包厢了 谁说我是来找她的 邀请函不是给她了吗 我知道您惦记她 可是现在已经查不了了 再给我多嘴就给你送非洲去 信不信 别别别别老大 我开玩笑 我要买东西 拍最贵那个 给我盯着她 老大 接下来就是压轴的 千年凌芝了 今天不惜任何代价 都要把它拍下来 奶奶那病就有救了 你说风华的那位 就在这几个包厢里 一会儿拍下千年凌芝的 一定是她 这次咱们叶家能不能起死回生 全都指望她了 爸妈 玫瑰姐不是有邀请函吗 怎么没看见她 就知道那死丫头没那个本事 我们又被她骗了 这次就算便宜她了 等我们办完正事 再找她算账 接下来一件拍品 千年活灵芝 活灵芝 有生之年竟然真的见到她 听说吃了它 死人都能走一走 要是能让我尝一口 别说一口了 就算灵芝跟我也吃足了 这东西咱们可是指望不上了 我听说 风华集团的那位 今天也来了 就是冲着这个灵芝来的 风华的那位 那我得见见 怎么不早说 三十三号 两千万 二十五号三千万 二号五千万 看来这很有可能 就是风华那位了 果然啊 这一出手就是这么好 一号六千万 六千万 可能是这个 二号七千万 天哪 七千万了 这将 一号八千万 加 继续加 不管多少钱 一定要拍到 这个灵芝能救奶奶的命 我一定要拿到手才行 二号一个亿 一个亿拍下一个灵芝 太豪气了 里面肯定有一个风华的人 看来里面 到底是谁都不重要了 这两个里面坐的人 看起来都不是好惹的 今天可有热闹看了 老大 咱们还要跟吗 虽然说咱们跟风华不对付 可怕这些东西也没有用啊 那就给我多加几次 狠狠地宰风华一顿 尚他们平时强我胜 老大今天也太烦肠了吧 怎么回事 过分 简直太过分了 对面到底是谁啊 一个灵芝 跟我炒成这个价格 最好别让我逮到他 老大 那加不加 加 一亿五千万 我还就不信了 一亿五千万 一次 一亿五千万 两次 三次 成交 二号 太好了老大 拍到了 拍到了 就是事了 我是叶江波 之前咱们合作过的 你还说 对我们的夜市 非常的感兴趣 不知能否请您出来 见个面 咱们吃个饭呢 这位先生 我也不知道 之前哪里得罪过您 您看 能不能给我一个 向您赔罪的机会 哦 我有一个女儿 长得个偏仙似的 都可以先给你啊 果然 她根本就没有良心 我最大的错误 就是不该心慈手软 玫瑰 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是什么身份 竟然从这个包厢里面出来 别当我办正事 你是林总吗 哎呀 没想到 风华集团的掌门人 长得竟然是 这么年轻 意表人才啊 我是叶江波 之前 您对我们的夜市 数十亿的投资 希望您给我 意不意的 能不能先把手 给我放开 爸妈 这林先生 好像更没会认识 我们该不会是 那种关系吧 叫贱人 没看见我们正忙的吗 你跟林先生认识 说两句话 就是啊 玫瑰姐 没看见吗 爸妈这些天 都为家操碎了心啊 你认识林先生 也不帮我们说两句话 也太没良心了 就你们这破公司 神仙俩都救不了 或者说 我缺你们清醒一点 你个白眼狼 老婆老婆老婆 林先生 这位呢 是我的养女 我们本来呢 是想教训教训她 但是 如果她是您的女人的话 那咱们 可是一家人呢 谁和你是一家人 玫瑰不是我的女 你不要乱说 不是林先生 你看 姐姐 我还以为 你是多厉害的人物呢 原来就是个被包养的破鞋呀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怎么着 说的就是你 我两只眼睛都看见了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 你就坦诚点吧 叔叔 一共伺候了多少男的 上了多少辆豪车呀 一共多少次啊 宝贝 你是个绿茶标 敢侮辱我老大 我腻了是不是 我 林先生 你这个见女人 别 敢污蔑我老大 你再说一句 你再说一句试试 别打了别打了 咱们有话好好说嘛 我请你把话放这 你们要是以后再欺负玫瑰 我见你们一次 打你们一次 爸妈 你们看他 好好好 老景萧 他怎么在这 还是暂时不要让他发现我的身份 风华的人走了 林先生 那个 你看你把我女儿也打了 咱们能不能坐下来 好好地聊一聊呢 想要陪上去风华集团找我 我不是讹您哪 什么了不起 等我们叶家成为首富 他连给我舔血我都不要 老公 你看那个人 那个人 是不是那天那个 在医院里的那个 刚才他们都叫他楼总 难道他就是 世界首富 楼景萧 哎呀 怎么会是他呢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如果我们叶家得到他的帮助的话 咱们叶家就有救了呀 快快快 赶紧去追 赶紧去追呀 快快 他人呢 人去哪里了 哎 臭小子 你不是说 带那个小姑娘来见我吗 人哪 伟业 他最近有点忙 哼 忙 忙得连看我这老骨头的功夫 都没有啊 啊 好 那我这老骨头 再病一次 这小姑娘心疼我呀 也会来看我的 行 爷爷 我自己天然就带她去看你 您先好好养育 这还差不多 哎呀 我爷爷身体就这么好 我是先过来看看爷爷 明天来这里接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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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阁小姐 你是不是在这边的别墅吗 算是吧 这边 该不会是沈家了 怎么开队 啊老大 我注意 老大到了 别出声 我刚刚看你眼睛里面有东西 所以想着帮你清理 眼睛 可我刚才不是闭着眼睛的吗 到了 我先下车 我也来了 爷爷 你是玫瑰 我老头子的救命恩人 楼爷爷好 哎呀傻孩子 叫什么楼爷爷 太见外了 你呀 就跟景霄一样 叫我爷爷好了 爷爷好 好好好 叫爷爷好 叫爷爷好 你呀 救了我两次命 放心 放心 楼家 以后啊 就罩着你 谁要是敢欺负你啊 那就是跟我楼家过不去 傻小子 你听见我说话没有 知道了 知道了 爷爷你好好养病就行了 我的事你别老操心 哎呀 不成器的玩意儿 这样怎么追到人家姑娘啊 姑娘 你看啊 这个是小景奶奶 当初留下来的 她奶奶说呀 只要小景哪一天 主动带着姑娘来见家人 就把这个送给她 不 爷爷 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我老头子为了表示感谢 连这个你也要拒绝呀 你这是救命之恩啊 比这个重要的多呀 哎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帮姑娘戴上 快 快点 喂 爷爷 我出去一下接个电话 哦 哎 你看起看看去啊 我真服了你呢 我 哎 玫瑰 你把奶奶弄到哪里去了 你长本事了是吧 竟敢瞒着我们给奶奶转月 奶奶都被转走这么久了 你们现在才发现 我也没见你们多孝顺 你们是不是又在惦记奶奶手里那点股份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 你早已经不是我们叶家的人了 赶紧把奶奶的地址告诉我们 信不信 我报警抓你 好啊 那我就得你报警抓我 那还要看你能不能找到我 另外我警告你 最好不要去打扰奶奶 否则的话 如果奶奶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 哎 妈的 这个小些人竟敢挂个电话 你怎么来了 爷爷看你一直没回来 让我出来找你 没事 我自己可以解决的 我去跟了我爷爷打个招呼 我先回去了 哎 你说 你跟玫瑰是不是一伙了 你们把老太太弄到哪去了 老实交代 不然我有你好看 叶江波 你还真以为是你的本事是吧 要不是玫瑰 老太太早就去世了 什么 就凭玫瑰那个小贱人 有这样的本事 下次找你算账 走 他不会真的不简单呢 不 不可能 他只是个乡下的球光蛋吧 哼 晚餐想吃什么 中餐 西餐 或者日料 我不是很想吃 要不你送我回家吧 楼先生 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还是还给你吧 我说了 这个东西送给你了 就是你的了 ум 我说你 可恶 你只能陪我吃顿饭 你才能陪我吃顿饭 这是什么癖好 只要你今晚陪我吃顿饭 什么条件 我都可以答应你 真的吗 那我如果要一个亿的话 你也答应我啊 有什么不可以 正好给奶奶买药 都花了那么多钱 倒是可以让楼锦销 好了 看在一个亿的面子上 我可以答应 不过 你要提前付款哦 老样子 随便贴 现在可以陪我去吃饭了吗 经理啊 带我去你们这儿最贵 最豪华的包厢 不好意思 今天最好的包厢 已经被贵客订走了 其余的包厢也不能使用 什么意思呀 我又不是没有钱 实在抱歉 你看这边的伞台可以吗 我可以给你半价 半价 那本小姐就勉为其难的过去吧 玫瑰 她怎么在这儿 玫瑰 玫瑰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种地方也是你能来的 说的也是 这种阿猫阿狗都能放进来的地方 我下次不会再来的 姐姐 要不我给你找个工作吧 而且你又要陪老男人 又要当服务生的 好辛苦啊 我好心疼 你有那功夫 不如操心操心自己的生活 我的生活 还轮不到你来平脱论足的 不过我记得 你之前不是很嫌弃 我不要的垃圾吗 但是为什么 你最近贴得这么近 难道是因为叶家快要垮了 你着急找个靠山啊 你是什么东西啊 你也有资格说我 还不是你 霸占了我大小姐的身份 二十几年 大小姐身份 如果没有我 叶家现在还在那个穷山沟沟里 你做什么梦啊 清醒点 就是你 贪慕虚荣 你个泼服务生有什么了不起 信不信 我一句话就能让你失业 经理 小姐 有什么功夫 这个女人 陪了好多老男人啊 她在这里恨打我胃口 太脏了 我要把她开除了 你是什么东西啊 你敢打我 你不知道顾客就是上帝吗 上帝 你也配 小姐 实在抱歉 让散客打扰到你 我们这就处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帮她啊 她是什么贵客 她要是VIP 我就是天王老子 谁说的 我来晚了 没事吧 没事 刚才是谁说玫瑰小姐 不是VIP客户 楼先生 就算她是VIP客户 又怎么样 还不是靠层次 楼什么玩意儿的 你又是谁 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敢在娄先生面前这么说话 别让他们脏了你的眼 你先进去吧 怎么会 难道玫瑰的身份 真的不一般 快来 进来坐 伯父 伯母 景潇今天来得突然 就带了一点玻璃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小景啊 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呀 还带了这么多的东西 你也太见外了 景潇今日贸然拜访 主要是为了和沈小姐的婚事 小景啊 这件事情来得有点突然 按照祖讯上来讲啊 沈家和娄家的婚约 是他们祖上定下来的 那肯定是我们亲生 伯父伯母 恕我冒昧 我这次前来 是来退婚的 什么 难道你在外面是听到什么风言风语 看不上我女儿了 既然这样 这婚呢 索性啊 退了就罢了 我们的女儿啊 你还真就配不上 走 双双 这婚呢 退就退了吧 你凭沈家的养女身份 还愁找不到合适的吗 其实啊 这和娄家的婚事 玫瑰回来了 按照祖讯上说呀 这个婚约应该是玫瑰的 是娄景霄他这小子 不识好歹 随他去吧 原来是这样 我知道了 爸 妈 景霄哥哥 你等一下 景霄哥哥 我听说你要和沈家退婚 是不是因为 沈家回来的那个真正的千金大小姐 你不想去她是不是 千金大小姐 原来 竟然是这样 沈小姐 我之所以退婚 是因为我有喜欢的人 只不过那个人他不是你 景霄哥哥 你怎么会 妹妹 今天出去干嘛了 最近在家待得无聊不无聊 要不 哥哥们带你出去散散心 这个挺不错啊 宝贝 你最近想要什么 你跟爸爸妈妈说 爸爸妈妈都会满足你的 或者 有没有人欺负你 给大哥说 大哥替你教训他 爸 妈 哥哥 是因为 我跟楼家退婚的事情吧 这你都知道了 宝贝女儿 你放心 娄景霄那小子 有眼无珠 以后啊 咱们沈家呀 和娄家 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了 爹呀 一定给你出这口恶气 不用 我真的没事的 不就是被退婚了吗 有什么大不了 反正我和 和娄家也不熟 就是 这样吧 让你大哥呀 给你家公司去管理 省得你呀 想那些不开心的事 对 赚了钱算妹妹的 赔了算大哥的 好 来妹妹 珠宝公司行不行 大哥特意给你选 你们女孩子 不都喜欢这种 风华集团 好像就差珠宝 好像也没有功课了 不如究竟是谁 好 明天我就去公司 好啊 这因为我吃鸡身的才不这样 我 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的 待会儿莎莎大小姐来了 给我好好表现 你谁呀 站着 东进了没有你就进来 去去一边去 别耽误我们大小姐 今天来接手公司 你是李柯对吧 我就是来接手公司的人 你接手公司 你知道这是谁家产业吗 这可是神总给他妹妹准备的 你算个什么东西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我就是神总的妹妹 我就是把眼珠子抠出来 神总也就一个妹妹 那就是莎莎大小姐 你绝对不是 就是 我们大小姐是绝世大美女 怎么可能是你这个样子 我说公司怎么如今 落魄成这个样子 原来是你们这些渣子爱意 你在讽刺我们是吧 讽刺 等我接手公司后 第一个就让你滚蛋 好狗不挡路 让开 大胆 你敢骂我们是 不看的 会不会说话 敢这么跟我说话的 你是第一个 你给我等着 赶紧把他轰出去 在这儿挡夺去 快点 是非不明 看你们谁敢 喂 我在这里遇见两个 不长眼的东西 快过来一下 给你一分钟时间 打电话摇人了 还给他装上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早还来得及 待会你走都走不了了 这 楚楚 楚楚 楚楚那可是沈总的秘书 她怎么能到这儿来 大小姐 您来了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大小姐 不对啊 沙沙不才是大小姐吗 她也说今天会过来的 楚楚经历 这位是 她就是大小姐 你们却在这儿把她拦住 想死吗 她是大小姐 不可能吧 你的意思是我在撒谎 行行 没有没有没有 这大小姐来了 你也瞎了 大小姐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您就饶我一次吧 饶 公司落得如此地步 你有不可兑泄的责任 我岂能饶你 周特主 你来了 这是怎么了 行了行了 大小姐说 这几天没空过来 你们不用在这儿迎接了 该干嘛干嘛去吧 你说大小姐今天不过来了 那 那她是谁 好啊 你个小贱人 我就说吧 她冒充大小姐 胆子有肥呀 你跟她勾结在一起什么不脸 信不信 我告诉你 你们敢冒充大小姐 她们算是大大 冒充 你们搞清楚 谁才是真正的大小姐 自然是沙沙大小姐 你们两个人狼狈为奸 冒充大小姐这个公司 怕不是有什么目的 等大小姐能出什么 一定好好收拾 你们找死 急了 开始跳墙了 来 我看看 让我们怎么死 你给我挡着 说不过是一点小利息而已 惹了我 将来有你们受了 大哥 你怎么来了 你第一天来公司 当然是担心你被人欺负了 没想到 我妹妹是带字的玫瑰 根本用不着我操心 想欺负我 他们还早着呢 走 带你去看一下 到了 来 坐 妹妹 这是公司的资料 我已经让人给你整理好 想做什么 今晚就做 好了 哥 这点小事我自己可以处理的 就不用你操心了 这么潮起赶我走 还亏我这么潮起 过来给你称药 一个小没良心的 好了好了 哥哥 我还要整顿公司呢 你的电子 我收到了 好 好好好 我走 我走 下班来接你 通知所有高管 会议室开会 我说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个冒牌 都闭嘴 这是公司新任总经理 总经理 谁说的 你们 谁认这位总经理吗 当然不认了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阿猫阿狗 还说自己是什么大小姐 简直白人做梦 你们 你们是在质疑我吗 睁大你们的狗眼 好好看清楚 镇下可以了吗 还有什么话要说 公司成立至今五十年 最辉煌的时候 却在五年前 如今的销量 是一年不如一年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原因 经理 这如今正是 珠宝的寒冬期验 过了这阵 销量不就好起来了 没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吧 就是 每年都这样 这过几年生意好了 这销量自然就上去了 经理啊 不懂就别乱说 免得一笑大方 这就是你们的理由吗 你 作为销售部经理 你有仔细观察过销售报表吗 还有你 作为原料部负责人 你有注意到 近五年来的所有原料 全都是边缴料吗 用我告诉你 那些好的原料都去哪里了 还有你 玫瑰 你叫我什么 既然如此 你有什么好方法 那是自然 各位看清楚了 从现在开始 公司以这些产品为重点 全力赶制 务必在两日之内 赶制出一批新的产品 来参加新品发布会 记住 我要求全公司上下 全力以赴 全力赶制这批新品 这是公司唯一的机会 两天时间 赶制十件珠宝 怎么可能 而且你看看 全是工艺繁复 原料难得的东西 你这简直就是强人所难 这 这根本就不可能完成 这是公司崛起的唯一机会 想要公司重回珠宝界王座 就必须听我的 经理 我没听错吧 就凭你这十张图纸 我们公司就能重返巅峰 我劝你啊 还是别白费心机 我们公司虽然比上不足 但至少比下有余 你以你这么胡乱折腾 指不定公司就彻底倒闭 到时候 我恐怕你负不了这个责任 我说过 三日后 是公司崛起的唯一机会 如果我不能带公司 重返巅峰 那么我愿意自主离职 反之的话 你们这群窝囊废 全给我卷铺盖滚蛋 好 既然经理有这个信心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如果你的这些设计 真的让公司起死回生 重返巅峰 那我周语 不只是卷铺盖滚蛋 我还立刻给你下跪磕头 好 一言为定了 公司有点事耽误了 妹妹我马上到 好的哥哥 上车 我送你 玫瑰 你怎么了 我给你发消息 你也不理我 娄先生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我没有义务 一定要回你消息吧 玫瑰 下车 有人来接我了 我先走了 老大 我得查查吧 查什么查 她不是说了吗 普通朋友 我做了谁啊 怎么女人说变脸就变脸了 妹妹 你和娄景霄 你们 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 好 没关系 我看那个娄景霄 也配不上妹妹你 快看 数据出来了 顶级珠宝 王者归来 截至目前为止 设计师珠宝 已经成交数亿订单 更有数十亿网友表示 想拥有 周宇 你说了 玫瑰你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了 你少给我装算了 我没想到你心肠 竟然那么怠毒 把周宇的腿都打断了 周宇的腿居然断了 可真是 个废物啊 她腿断了又不是我打的 你还不承认 周宇现在还在医院 她在医院就能说明 是我打的 怎么 你是不是想让爸妈 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觉得我心肠歹足啊 是不是 姐姐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就算你是爸妈亲生女儿又如何 他们养到我二十多年 这种感情 你比不了 你想干什么 姐姐 你知道周宇是我的人 因为你看我不顺眼 所以把火气迁怒到周宇身上 是不是 姐姐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我可以让你任意打骂 但你不要牵怒其他人 周宇她是有些嘴快 但她是真的好心 你就原谅她好不好 妹妹 心直口快和出言不逊是两码事 况且周宇算什么东西啊 只得你特意跑来找我 说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玫瑰你这个贱人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滚出这个家 姐姐你别打我 妹妹 你们这是 你别太过分玫瑰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周宇 你可曾想过 如果今天说的是我 你恐怕会更过分吧 跪吧周总管 别耽误开庆功宴的时间 或者 你想在庆功宴上跪 我今天就不跪 你能拿我怎样 你敢耍无赖 周宇 都是成年人了 现在脸都不要了是吗 谁能证明我耍无赖 你 还是你 既然没人证明 那我回去帮忙 筹备庆功宴了 周特助 我只是让你跪下而已 你倒也不至于 行这么大的礼吧 快 去医院 我这腿好像不能动了 大小姐 周宇这回 算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以后估计在公司都没脸了 那不过是一个挑良小丑罢了 接下来 你要关注其他商品 所有销售记录 这才只是一个刚刚开始 接下来 公司只会越来越好 大小姐 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玫瑰你什么意思 妹妹 你们这是 我 大哥 你别怪姐姐 是我太激动了 我说姐姐把周宇的腿打断了 她就 莎莎 你先从地上起来 这 像怎么回事 大哥 你不拉莎莎一下吗 自己起 多大个人了 大哥 我知道姐姐刚回来 我也在努力对姐姐好 可是你们也不能太骄纵她了 周宇毕竟是我的人 我才问了一句 姐姐就打我了 你打人了 我 妹妹 你有没有受伤啊 用什么打她 手疼不疼 哥 莎莎 爸妈之前不是说过吗 妹妹在外面吃这么多苦 咱们应该让着她 对她好一点 你怎么还像以前一样 不懂事啊 我知道 别怪姐姐了 我不疼了 我真的不疼了 莎莎 你别演了 你太让我失望了 这个东西 我早就发现了 但看在我们二十多年的情分上 我们本来不想说 没想到你却想陷害玫瑰 这我们可忍不了 沈氏集团旗下好几家公司 都是因为你精英不善脱逼的 我们沈家确实不缺这点钱 但是接受不了欺骗 这些钱都被你转到国外账户上去了 沈莎莎 到此为止 以后 你知道该怎么做 人们把难言的爱都埋入土壤里 袖手旁观着别人经历 你别尽自己 好 我的宝贝女儿啊 把公司做的风生水起 很棒 留你爹我当年的风范 这个呀 是咱们沈家一半的股份 我和你三哥哥哥呀 都已经商量好了 想让你啊 早一点集成 不不不 哎 妹妹 这个呀 是你应得的 你是咱们家的小公主 这个必须拿着 咱妹妹 用一个月的时间赚的钱 比大哥一年赚的都多 妹妹 你就拿着 拿着它 拿着咱们的股份 让沈家更上一层楼 嗯 对对 等以后呀 我就让妹妹养我 唉 沙沙这孩子 简直让我太失望了 我们养育了她二十年 没想到我们竟然 把她教育成这个样子 宝贝 我跟你爸呢 也商量好了 让沙沙搬出去住 以后只有你一个女儿 来 干杯 来 干杯 宝贝 来 干杯 老叶 啊 老叶 你来这儿给我过生日啊 啊 来这里的都是大人物 咱们现在已经消费不起了 要不 咱们回去吧 简简单单的过一个就可以了 哎呀 过什么生日啊 你就知道过生日 我告诉你啊 这里我可是花了大价钱 打听来的 绝对不会错 这是我们 叶家起死回生的最后机会了 你懂不懂 只要来到这里 找到那些大人物 帮助我们 到时候 我们肯定能够飞黄腾达 别说你个小小的生日了 老子就想给你买一百个钻戒都行 好像就在那里啊 走走走走 走 这这这 好像是这里吧 哎 你是干什么呢 你是谁 在这鬼鬼碎碎的干啥呢 好像是这里吧 干什么呢 你是谁 在那鬼鬼碎碎的干啥呢 这里的人要是出了事 明白明白 是这样的 我们夜市有非常好的项目 想找里面的老总商谈一下 商务的事情 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滚 老一眼 你看 连小小的服务生都敢这么对咱们 行了行了 别说了 玫瑰 你怎么在这里啊 哎 怎么哪都有你啊 你是什么身份能够在这里出现 我什么身份 你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我的身份吗 你个贱丫头能有什么身份 你别忘了是谁把你养大的 你有几斤几粮我还不知道呀 跟我在这儿住 你现在都没有资格进我们夜家的门 不对了 没钱了吧 所以到这种地方来打工 是不是又去睡哪个老男人了 你为什么去懂得上啊 欺人太甚 你 欺人太甚 玫瑰啊 原来我们当你老子娘的时候 你也没敢这种态度对我们 你以为离开了我们 你还是凤凰 什么狗屁凤凰 就是野鸡 要不是当年我和夜家护着你 你就是失足的野鸡一只 谁这么大胆子 敢欺负我的女儿 宝贝 没事 妈妈在 沈先生 您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们当然是在保护我的妹 夜江波 玫瑰曾经也是你的女儿 你的良心 都喂狗了吗 狗 狗都不吃他的心 这种人 就不会做人父母 不是老婆 那个沈先生在这儿 那他们两位 难道 他是沈先生的父亲 沈耀元先生 你还算聪明了 玫瑰的父亲 就是全球首富 神 药 元 不是啊 老婆 我们到处查到玫瑰的家 明明是 我们父母 有我们几个儿女 想早早退休 享受二人世界 而我们兄弟三个也确实没有结婚 不知道叶先生 查到的是这样吗 玫瑰啊 妈妈错了 你就原谅妈妈吧 够了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们在这里惺惺作假 当初也是你们说我已经跟叶家断绝关系了 就在刚才你们还说我没有资格进叶家的门 看在你们两个把玫瑰养大的份上 这一次就饶了你们 如果再有下一次 我们沈家绝不会姑息轻饶了你们 当初我们让人给了你们上亿献金 各种商铺 还有我们沈氏给了你上百亿的合作项 你们却这样对待我的女儿玫瑰 从今以后你们休想从我们宝贝这里 拿走半点项目 走 不是 那个沈先生 等一下 我怎么会这样啊老婆 得罪贵人了呀 老公 别难过了 以后啊 有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们都疼你 不会让你受到一点点伤害的 快 来 没量了吧 没招了吧 瞧你那个死样子 不理你了吧 那您老人家有什么办法吗 爷爷 爷爷 你怎么了 哪不舒服呀 起开起开 你呀 赶紧叫高川打电话 把那死丫头给我叫来 我呀 难受的不行了 您哪难受啊 您别吓我啊爷爷 赶紧把玫瑰叫来 不然我送你去非洲 真不该叫 罗爷爷 看样子您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碍啊 您具体是哪里不舒服呢 我这儿心口痛啊 闷 你快给我看看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丫头 我这儿很难受 我说不定啊 什么时候就去见你奶奶去了 你今晚必须留下 观察我的病情 楼爷爷 您这说的什么话 您一定可以长命百岁的 只不过 我今晚如果留在这里观察的话 我爸妈恐怕要担心我的 龙爷爷 您快躺下来休息一下 好好好 我今天留在这里再观察您一晚上 你今晚就住这里 李爷爷房间进 旁边就是我的书房 嗯 楼先生 你还有事吗 玫瑰 你能告诉我 我哪儿坐得有问题吗 我可以 可能停电了吧 我去看一眼 别 你别走 我怕黑 别怕 我在呢 我让高川去解决 高川 停电了 赶紧解决 你先休息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老大 是因为停电 导致短路了 咱们别墅里面 所有的门锁啊 都短路了 您和玫瑰小姐 先等一等 啊 那个 你们先别着急啊 我也走不了了 不然 不然 我们在这儿等到 你放心 差有两个房间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反正我要休息了 楼先生请便吧 走 楼井销啊 楼井销啊 你这样紧直是流氓 不许再看完 没滚 怎么了 那个我要睡觉了 晚安 我想跟你好好聊聊 你最近为什么不理我 听说你有个未婚妻啊 我跟她呢 已经退婚了 因为我不想娶一个我不爱的人 她是谁啊 还能是谁啊 沈家的那个千金呗 沈莎莎 原来她不知道我回沈家 是我误会她的 好了我要睡觉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晚安 玫瑰 她只是 吃醋了 吃醋了 老吉祥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你听我说 玫瑰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你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你先放开我再说 我不能放开你 我放开你就没有勇气说了 你 玫瑰 我喜欢你 跟我在一起好不好 老景祥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 独自成熟 我确定我喜欢你 玫瑰 你别忘了 她亲自把你们的婚给脱了 我欠着你 不许这样 请你让她得宠 老先生说的喜欢 是哪种喜欢 我发誓 我跟沈莎莎没有半点关系 我喜欢的人只有你 我跟沈莎莎没有半点关系 你吃醋了对不对 证明你也喜欢我对不对 我跟沈莎莎没有半点关系 走过 不过 没遇过 鬼 我要你死 诶 哎 哎 诶 嗯 哎 有事吗 哈哈哈哈 玫瑰啊 怎么不接爸爸妈妈的电话呀 是不是还在生爸爸妈妈的气呀 爸爸妈妈好想你呀 来见我们一面好不好 你们自己说这话的时候不恶心吗 你们的养育之恩我早就报答过了 让你一夜暴富 让你拥有夜市 这是我最大的报答了 我们妇女的缘分已经到头了 这个不孝女既然这么厉害 为什么不早说呢 老公怎么办呢 以后没有了玫瑰 难道我们继续过苦日子吗 还要怎么办啊 怎么办呀爸爸妈妈 我才刚搬到这个家里面 还好意思让我过苦日子吗 怎么办呀 我没好苦啊 我要怎么办呀 你给我闭嘴 还不是因为你呀 早不回来晚不回来的 老爷爷你干什么呀 放开我 这是他没错吧 没错 兄弟们上 你们是什么人 我还是抓你的人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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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没错吧 果然是鸡皮 兄弟几个有福呢 就是他 记得把你们的过程录下 做得好 我重重有赏 梅瑰 你感觉怎么样了 有没有受伤 不用担心 你来了 小心 你救命 好难受 帮帮我吧 陆瑰祥 你知道我是谁吗 他中的毒 如果不阴阳调和 恐怕会很痛苦 我 愿意 从前你穿越风雨 都会藏足见面 后来 连散的边缘 你都懒得飞一点 是我们低估了 时间的善变 爱情一样 能烈的故事翻遍 从前你穿过 半座城市 陪我一起失眠 后来你好像 跟你的方向盘 跟近一点 只是等泪水 又滑落在照片 却舍不得删 你干嘛 施干抹镜 不想负责 难道不应该是你 对我负责吗 你是个男的 凭什么要我对你负责 好啊 那我就对你负责 去你家提亲 怎么样 提亲 好啊 你确定要去吗 你家又没洪水猛兽 我为什么不能去啊 好 那我带你回我家 不过呢 我爸妈能不能同意 就要看你的了 我这么多金的女婿 你爸妈为什么不同意 你们好大的胆子 知道我是谁家天机吗 我当然知道 我们老大说了 要不是看在沈家的面子上 你死一万回也不足惜 沈沈沙沈家大小姐 那你岂不是玫瑰的 你就是叶家的那个吧 是我 玫瑰真是可恶 不如 我们合作 好合作 好合作 宝贝女儿 你这是 怎么回事啊 爸 妈 哥哥们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男朋友 娄锦香 快向大家问好 不是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你是沈家的 亲爱的 你也没问我呀 我 叔叔 阿姨 三位哥哥 我这次来是想跟大家说 我很喜欢玫瑰 我想娶玫瑰 让她嫁给我 什么玩意儿 我们三个还没同意呢 就想娶我妹妹 白日做梦 对 白日做梦 不是 你不是 把你和我妹妹的婚退了吗 退得好 干活 多 啊